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不是做例子 我想先去討論一些概念 這課書叫做 Application 線 Trichonometry Application 是應用 Trichonometry 是三角 通常都是跟三角 三角 三角 有關 第一個concept 想我們學的就是 Gradient G-R-A-D-I-E-N-T 這些生活上都有用 Gradient 中文名為邪律 邪律 即是是否很斜 這個叫邪律 我給書上一幅圖 大家看一看 在書上看一看 這是書的第四版 看不見 在這裏放大它 看到了 這個人嘗試把箱推上兩個斜坡 AB 和 PQ 放大一點 你憑一個常識去看 哪一個是會辛苦些 為甚麼 為甚麼這個是辛苦些 為甚麼這個沒有那麼辛苦 這個斜些 是不是 這個斜些 這個斜到大些 即是斜到大些 為甚麼會斜到大些 可不可以發成數字來看 這個斜率 是的 同一個水平的距離20米 但這個上升了5米 這個上升了2米 所以這個應該斜些 辛苦些 好了 有了概念 我們看看另外的圖 看看這裏 在這裏 在這個方格子裏面 上面有一張圖 這兩張圖 哪個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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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上升得很快 是吧 上升很多 所以那個斜度 是跟我們這個 上升多少有關 好的 OK 好 第二幅圖 這裏 這兩個斜方 哪個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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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斜 Union 哪個斜 causes B 或B、PQ 留意,它兩個都有同一個垂直的升降 都是十格、十小格、十小格 但這個水平三格就升了兩格 這個呢?這麼遠升兩格,哪個斜點? 當然是這個斜點,對吧? 所以那個斜度除了跟垂直升降有關之外 還跟那個水平距離有關 是不是?不是只看垂直的,是看水平的 同一個垂直升降,水平越大 那麼斜率就越細了,沒錯,這個斜率就是細了 那我們怎樣定義,怎樣去計一個斜率呢? 怎樣去計一個斜率呢? 好,現在我們開始了 好,看看這裏 如果是一個斜坡裏面 好,向上斜的 由A走到B 好,那上升了多少呢? 上升這個呢?我們叫做 Vertical Rise 垂直的上升 V-R-T-I-C-A-L R-I-S-E Vertical Rise 那A-C呢?叫做Horizontal Run Horizontal Run 即是水平它向前左多少 那那個gradient呢? 剛才我們說過 跟它上升多少有關? 跟它前進多少有關? 我們的定義呢? 就很簡單的 記住這個定義 Gradient是等於B-C-O-V-A-C B-C-O-V-A-C 是Vertical Rise OverHorizontal Run OK 這個就是斜率 Gradient 的定義 定義 要記住 Vertical Over Horizontal Vertical Over Horizontal 那這個就叫做Gradient 怪不得 若Vertical Rise 越大 OK,即是分子越大 那當然要斜一點 如果Horizontal Run大,Horizontal Run大是否就是水平的大? Horizontal Run大是否就是分母大? 分母大,整個份數就小了 即是如果Horizontal Run很長,就沒有那麼車的 Horizontal Run大了,分母大了,整個份數小了,就沒有那麼車的 試試看這裏好嗎? 好,我們計算一下,這裏 這個gradient是多少? gradient G-R-A-D-I-E-N-T of A-B 好,放大一點吧 是多少? 我們當這裏一格兩格,就是2 over 3 這個gradient 不好意思,又沒有顏色 找個例子筆來吧 Sorry of P-Cube 這裏是4 over 3 OK 你比較一下 是不是這個是steeper gradient大一點,是不是? 2 over 3 大過2 over 3 OK 好,看看另外這裏 這個gradient 都是2 over 3 這個P-Cube的gradient 這裏是2 好,等於多少? 這裏是2 當它兩格 Horizontal Run是1,2,3,4,5,6,7 2 over 7 好,是不是2 over 3 分母大,是不是整個分數就是小了? 這個大了 所以這個是steeper 這個steeper 對 記住,gradient的定義就是 Vertical over Horizontal Vertical over Horizontal 這個就是gradient的定義 好,到這裏 好,到這裏